然後我看一下這題 他說N和P屬於正整數 他說這個式子算出來 一定是某一個整數P的倍數 麻煩第一小題去求出P的最大值 第二小題麻煩用數學歸納法去證明它 是推測是最正確的 好不好怎麼做 來第一件事情 他說只要N和P 只要是N是正整數 那這個式子就一定是某個數字的倍數嘛 好那我就開始來做 第一個 我去把N等於12時候 把這個數字把它算出來 所以N等於10代金 變12平方 加上5乘3 12的一次減6 你去算一下 算出來這二數是自己 154 這樣行不行 好 再來因為算一個不夠嘛 在N等於20 再 把它帶進去 變12幾次 4次 加上5乘3 12的2次減6 你去算一下 算一下10714 這樣行不行 好 這兩個數字喔 因為不管N只要是一個正整數嘛 那這些數字 那這些數字都是某一個整數 P的倍數 所以說注意聽 所以說這個P 會是這兩個數字的供應數 對吧 那今天要求什麼 求最大的 行不行 所以說也就是求這兩個數字的 最大 最大 勾應數 加行不行 那怎麼算 來 我們先看154好不好 我們先找數字簡單一點 154怎麼分解 它可以分解成1乘154 2乘77 還有呢 7乘幾 22 還有呢 11乘幾 14 所以154而言 它的因數有這麼多 好 我就從這麼多當中 哪一個也是10714的因數嘛 因為也是它的因數 就是這兩個數字的供應數 對吧 但是題目一直強調 要最大的 所以說你先用154 好不好 把10714去除以154看看 可不可以整除 不行 好不好 你們自己去除一下 再把10714去除以77 也不能整除 再把10714去除以22 這時候你去除除看 剛好可以整除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OK 老師這不做好不好 所以說老師可以抓一個現象 因為 154 與多少 10714 這樣行不行 這兩個數字 154與10714之最大 供應數為 22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們這時候我們3T 我們故 我們先推測 P等於幾 22 好 我們先推測 P是22 這樣行不行 好 第二件事情 麻煩你用數學規納法 去看看 去證明我推測是正確的 下行不行 也就是不管N是多少 只要N是個正整數 帶進去 都可以使這個數字是22的倍數 這樣行不行 那怎麼做 來 第一步 數學規納法 第一步 先驗算 所以說 注意聽 N等 N等於10 所以說 先驗算一下 N用一代值 剛剛講過 N用一代值 10的平方 加上5 乘上12 一次 減6 算算是154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老師可以知道 154是不是22的倍數 是 所以說 N等於10 算算154 為22的倍數 這沒有問題 對吧 第一個 我們先驗算一下下 第二個 我們去假設 設什麼 設N等於K10 好不好 我們推測正確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去假設 N等於K10 我們推測正確 推測什麼東西 也就是N等於K 帶進去的時候 也就是 12 2K次 加上 5乘上 12的K次 翻 -6 也就是去推測這個數字 會是我22的倍數 會是我22的倍數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我去推測它 這個數字 算算會等於22 M 其中 M為什麼 整數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去假設 N等於K10 我們推測正確 也就是這個數字 也就是這個數字 22倍數 這樣行不行 可以好 使用這倍數 第三個 則 N等於K加10 所以說 重點在這邊來啊 我要去證明 N等於K加10 這個數字 也是22倍數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N等於K加10 帶進去 變10 這幾次 2倍的K加10 加上5 乘上12的K加10 減幾 6 行不行 所以 N等於K加1 40 帶進來是這個東西 好 把這個東西寫一下 變10的2K加24 加上5乘3 12K4加1 減6 寫到這邊之後 請注意聽 因為我這次要證明 盡量 用這個數字 好不好 我們盡量要用到這個數字 那你看一下這個數字當中 有個特徵 它次數是2KK 而這邊做一個加2 這做一個加1 把它拿低好不好 配合它這邊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看一下 這可以怎麼寫 它可以寫成 12平方式起100 100乘上12 2K次 12平方式起12 乘5 60乘上12的K次 這樣行不行 後面再減幾 1-6 這樣行不行 好 寫到這邊之後 好 我這邊配合它寫122K次了 我配合它寫12的K次了 好 因為我這時候 我要盡量利用這個條件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觀察一下 你看 這是100乘上12K次 如果說 我把這整個式子 帶入這邊 一旦把這邊乘上100之後 這邊變500 數字太大 所以說這時候我就故意配合它 你看這邊 這5倍乘上12K次 這是60乘上12K次 所以說我把這整個乘上12 帶進來行不行 所以說可以寫成12倍的 12K次 加上5乘上12K次 4-6 但是請注意聽 我把這邊帶進來之後 是什麼現象 12乘它 是12 但是我這邊要100 還差幾 還差88 補到後面來 這樣行不行 那你看一下 12乘它 乘起來是60 對吧 因為我剛才的時候 就故意用這個式子來配合它 行不行 所以說有沒有一樣 那有12乘它是幾 負712 而這邊只要負6對不對 所以後面加7 66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寫到這邊之後 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你觀察一下 這個東西是幾 是22A 對不對 加3 而這兩個很好玩 它也可以提出22 這樣行不行 它可以提出22變起 4乘3 122K次 再加上3 所以說我把大家 全部提出22之後 它得到12A 加上4乘3 122K次 再加上3 這樣行不行 寫到這邊之後 老師可以知道 老師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因為 12A 加上4乘3 122K次 加上3 對吧 因為剛才講過 M本身都是整數 122K次 也是整數 因為這整個算算為整數 因為這整個算算為整數 所以說這整個算算為整數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OK 所以說因為這整個數字為整數 所以說故 老師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我這個東西 12幾次 2倍 K加1 再加上5乘3 12幾次 K加1 1-6 這整個數字 剛剛講過 算出來是12 22乘3 一個整數 所以說這整個為 22的倍數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這整個都是為 22的倍數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得正了 所以說 麻煩你寫一下 故 由 數學 歸納法可知 故由數學歸納法 好不好 數學歸納法 可知 我們今天 推測解案 正確 這樣行不行 行不行 請後推測 我們這樣洗好不好 把推測可知 推測正確 推測正確 這樣行不行 推測正確 這樣行不行 推測什麼東西說是正確 所以說 我還有老師可以知道 以後 10的 2N 2N 加3 5 乘3 12N 十分 減6 對吧 這個東西一定為多少 為 22的倍數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我們推測正確 所以說由數學歸納法可知 我們推測正確 推測什麼東西 推測這個數字 為多少 為22的倍數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麻煩你把這邊看一下 OK